他人只是首见的鄙视穿越是种傻叉行为 便遭报应来到大前王朝成为新任皇帝 本以为等待他的是后宫家历三千 不曾想却是奸臣手中的傀儡皇帝 好在附赠了穿越必备的金手指 此时大前王朝的皇宫内 堪称废柴荒淫无道的第四子涂叶继位 涂叶此时大吃一惊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还是个爱看美女视频的现代人 刷着刷着 短视频突然问了一个奇葩的问题 如果你想穿越回到古代想去哪里 他想都不想就吐槽了几句 就这样他就来到了这里做了个大傻叉 如此垃圾的开局设定 还配了个王国奔献系统 作为系统助理的奔献手腕 他的名字叫大奔 涂叶张个大嘴就开喷 但还是没有用 系统由宿主愿望而生成 只有覆灭前朝才可以回到现实 虽然这个穿越设定挺奇葩的 但涂叶为了回到现实生活也只好照做 他低头一看 怀里竟然抱着个美女 根据系统的识别 此女是奸臣赵卓的养女赵叔 也是赵卓用来监视和控制涂叶的 涂叶一直就爱看美女 如今和这样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来了个近距离接触 涂叶当场看呆 她环顾四周 发现竟然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数值 就像以前打游戏的时候 其中权术和心机最高的就是赵卓和李天元 他们是朝廷的成像 如此恭维涂叶也只是想操控他 最后企图通过操控涂叶控制整个前朝 当时先帝驾崩的时候 指定的太子是在外领兵的图苏 是这两个奸臣出的主意 才让不受重用的涂叶坐上了宝座 赵卓的嘴脸越来越难看 仗着传国玉玺在他们手里 他们准备先下手为强 直接传一道圣旨 让图苏下去陪他爹 图叶不太聪明的脑瓜飞速运着 如果真的按这个剧本发展 那他以后就是废物傀儡 还看不到小姐妹 图叶不甘心 他灵机一动 抢走了赵卓手里的玉玺 他不断挑衅 反正只要自己死了 应该任务就完成 这样自己不就可以回家了吗 他高举玉玺嘴里还大喊着 现在我才是皇帝 玉玺今后由我保管 杀谁不杀谁由我说了算 此举让赵叔对他刮目相看 如此霸气的台词 如此豪放的难儿 没想到这样一个废物 还有如此霸气的一面 赵卓勃然大怒 如今刚继位就如此狂妄 以后还得了 可图叶还觉得不够 他的表情越来越坚 竟然还将宝贵的玉玺摔碎 面对所有人震惊的眼神 涂叶只是浅浅一句 不好意思手滑了 要知道摔坏玉玺可是死罪 赵卓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刚要动手 就被淡定的李天元迅速地拦住 毕竟整个天下都是涂叶的 弄坏个玉玺算什么 眼看两大成像就要退下 涂叶心急如焚 天子犯法不是与庶民同罪吗 怎么不处罚我呀 而两人却没有理会他 事后李天元和赵卓继续商量 该如何控制这小罪 明明被立为太子的图苏 就想着留住图苏的兵力 之前赵卓和李天元想要拥立图叶是因为 他在先帝众多子嗣中最好控制 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先帝啊先帝 您的子嗣还真有趣啊 这边图叶都快无聊死了 人人都想当皇帝 然而皇帝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尤其是现代人穿越道古代 一吃不惯这里好吃的 二不认识奏折上的字 就连手机和电脑都没有 唯一的快活就是肤白貌美的赵叔 今夜赵叔穿得格外性感 羞红了脸准备事情 图叶瞬间流了好长一串口水 两分段钟后 图叶潇洒地抽了根烟 舒服实在是太舒服了 可舒服过后 图叶就开始拔坤不认人 他冰冷地质问着赵叔 你是赵卓拍到我身边的内鬼吗 赵叔被吓得脸色苍白 没想到真的暴露了 不过图叶不在乎 他让赵叔转达给他一副也就是赵卓 自己很享受和他玩这场游戏 没有他们图叶这皇帝当得也太无聊了 随后图叶便喝了一大口酒 他故意装醉等着赵叔来刺杀自己 本想着让赵叔拿着他的簪子来刺杀 从而结束这场败国闹剧 可系统并没有就此结束 而是升级了 图叶一脸猛逼 我不是马上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归了吗 怎么还升级了 这次的任务更难 只有前国的国力积分减少到0 才算真的完成任务 目前初始积分为1000 也就是说图叶就算现在死掉 他也回不去了 图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眼看赵叔的簪子就要扎进来 他赶忙转身握着了赵叔的手 如今赵叔任务暴露 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 但他身为女子武力值只有44 偷塔不成还想强杀 实在是有点飘了 图叶一手抢过簪子一手掐住他的脸 本以为图叶会要了他的幸运 可图叶并没有 他只是温柔地将赵叔抱到床上 不过是一场游戏 虽然间谍身份暴露了 可他会假装不知情 这样游戏才更有趣味性 图叶拿起笔准备下纸 然而不会写毛笔字的他 只能尴尬地叫来赵叔 就写将图苏在内所有图叶子弟除去图形 全部贬为庶人 这是目前为止最简单扣出积分的办法 不仅可以扣分 还可以对外打造昏君的形象 一举两得 回到赵府 赵叔立刻把这个重要情报告诉给义父 赵卓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当即就给了赵叔一个大耳光 是不是你这个贱人出卖了我们 原来他们是打算从图叶子弟扶持新回 图叶如此一举 帮赵叔摆脱了嫌疑 看来这个图叶果然有点脑子 赵卓便想着干脆召集群臣 在图叶上朝时一起羞辱对方 让那小子看清楚谁才是做主的 李天元对这家伙无语了 果然是猪脑子 他也懒得劝解赵卓了 这家伙不是做大事的人 他自己也该有自己的打算了 而此时的图叶还在思考 到底如何做才能继续扣出国力积分 突然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历史上都说王国昏君 最擅长轻小人远贤臣 再加上强抢名女广的后宫 他就不信还扣不了分 图叶的笑容逐渐开始变态起来 他准备强征大臣家中女眷入宫事情 还能给自己多摸点福利 也能让大臣们寒心 一想到这他就节节节笑了起来 也就自己能想到这风骚的操作 于是他立刻召见赵卓和李天元 在将自己的想法讲给两人听的时候 两位大臣笑得比喷还难看 先帝还没入土呢 他就想着下半生那点事 真是厚颜无耻啊 哪怕是一直淡定的李天元 此刻也猛逼了 可如今图叶是天子 就算他说要上天摘星星 身为大臣的两人也无法阻碍 赵卓没想到此子竟是这样一个大婚君 但李天元却觉得不对劲 之所以要众臣之女进宫事情 莫非是他提前算到了大臣们对他的忌惮 不仅不上朝还广了后宫 看似荒淫无道 实际上却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李天元一阵分析 图叶之所以不上朝 或许是因为他有自信 不上朝也可以掌控朝政 让众臣之女事情也是为了拉拢大臣 以此来挖两人墙角 可怕真是可怕呀 人不穿内裤被送到前朝当大婚君 开局就将所有皇室血清贬为庶民 还继承曹相意志强征所有大臣女眷入宫 对于这道逆天的圣旨 两大反骨丞相并没有拒绝 反而亲力亲为地帮助图叶实现 如今所有图是子弟已然贬为庶人 只有大王子图苏英驻君在外 圣旨还没送达 图叶对此并没有在意 这些都不重要 他更在意的是挑选后宫仪式 李天元拍了拍双手 让入选的女子都出来 片刻后挑选好的入宫女眷都聚起了 图叶哪看过这些 当场就被勾引出一脸诸葛样 尤其是参见图叶时的玉尔生 令图叶心旷神秘啊 不得不夸赞几句李天元做得好 顺便问问这些女眷里面 有没有花样较多的 然而李天元哪知道她说的花样 是什么意思 当即以为图叶起心了 原来这次入宫的女眷 基本都是大臣们家中不得是女眷 唯独范桃朱和诸葛杀这两名女眷 是李天元安排的一女 因为这两女对图叶是无比憎恨 当年先皇对他们家族满门抄斩 是李天元偷偷救下两女 这十多年一直在培养她们 如今先皇已死 按道理两女是没机会复仇了 但李天元知道她们心有不甘 于是就给了她们这次入宫机会 而因两女样貌出众 毫不意外地被图叶发现了 瞬间就无比心动 李天元却一头黑 以为自己的计划被图叶发现了 当然由于有系统的探查在 两女的身份也确实曝光在图叶眼中 虽然她发现李天元的计划 但并没有阻止 这种霍乱后宫的蛇仙美女 正是王国昏君的标准配置 于是对两女更加喜欢了 看到图叶这段 李天元更加认定暴露了 面对仇家的上下其手 天性内向的诸葛杀在强撑着 只是片刻就忍不住晕厥过去 图叶见状都猛了 他之所以这样调戏对方 只是想上言重新戏码 让李天元的心安定下来 没想到会触发了他内心的隐藏属性 这下估计李天元怕暴露 肯定会撤掉诸葛杀的 果然李天元当即跪下认罪 以失察唯有想将诸葛杀撤掉 图叶哪可能放过这等大美女 直接救公主抱诸葛杀 表示自己就喜欢这口味 李爱卿深得我心呢 他决定了 今晚就让诸葛杀事情 当然不能忘了一旁的饭桃猪 也一并事情吧 到了夜晚 图叶准备开始宠信两女 不过两女是为了灭国想靠近自己 这点她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毕竟能为李天元培养 两女肯定有过人之处 只是系统虽然能看清他们的能力指数 却看不到他们有什么获国技能 于是图叶直接开口问了 你们有什么才艺特长吗 两女一听冷汗直流 果然来了 原来李天元之前就告诉过他们 想取得图叶信任就必须展示价值出来 诸葛杀便将自己会占卜关心侧子 俘虏风水养生医术炼丹等技能到处 最后连防树都搬出来了 见状图叶转头看向范桃猪 这位小姐姐们 阿珠文言沉思起来 她其实精通计算财货和人心 但这种技能容易被尚未者不息 于是阿珠就隐瞒起来 表示自己一介若女子没有才艺特长 不过她也有拿得出手的 便是家中传下的万贯家财 简而言之就是她有钱 这让图叶联想到戴蝙蝠头套的那个男人 难道这就是一介百特曼吗 如此一来图叶也清楚两女的能力 都是不错的王国技能 当即让范桃猪去掌管国库 此女出身商骨世家 做假账搞贪污应该都是一把好手 掏空国库搞崩经济任务就交给她 诸葛沙则分为女博士 再顺便掌管太医院 负责给图叶炼严手 两女文言均一脸震惊的说不出话 当然图叶也没忘记享受 让诸葛沙以后记得穿道袍 cosplay大法好呀 一说到这个图叶又想到新王国办 便是给后宫全部搞上cosplay 天天开派对 傲年被传送到前朝当大昏君 要他将前朝拜完国后才能回归 本以为是非常轻松的拜国之旅 却不曾想开局就被暗杀组织盯上 真边还有两个大奸臣同样要害他 就在图叶计划着怎么快速拜国时 赵卓这边也打算出招了 既然图叶不肯写圣旨给图叶 那就让他来代谢 而所需的玉玺也简单 随随便便就能重新弄一个出来 写图叶虽然擅长领兵 图叶就没有援军了 于是赵卓立马叫来欣赴赵姓 让他把这封伪造的圣旨送去给图苏 等图苏自吻后把他脑袋带回来 而赵卓不知道的是 他的计划被房梁上的黑衣人听到 并把此事通知给了神秘的萧大人 而这个萧大人竟是个女子 已然带人埋伏在赵姓必经之路 就在动手的前一刻 明明还挺严肃的萧大人 竟会阴脚打滑从树上掉了下去 怎么看都不正经 而从两个手下口中也得知 原来萧大人会时不时触发霉运被动技能 这种情况他们见多了 也不必等萧大人下达命令 他们就已经对赵姓一行人开始动手了 用特制的揽绳将快马给拦下 然后再对他们进行赌刀 刹时间众多黑衣人窜了出来 为首的赵姓还想跑 被姗姓赶来的萧大人给拦住 赵姓认出了他们是昆卫 然后就被嘎掉了 此时萧大人等人的身份终于曝光 俗话说有光就有暗 他们昆卫的职责是守护先皇 而先皇生前立屠苏为太子 所以他们的效忠对象自然转到屠苏 可如今屠叶不仅篡夺皇位 还要陷害太子 那屠叶就是他们必须铲除的敌人了 随后让手下清理好现场 萧大人准备亲手斩掉屠叶 而屠叶这边还在和良女打着扑克 是正经的扑克别想外了 时光匆匆五天时间过去了 赵卓一直等不到赵姓消息 也是记得团团转 这时李天元过来了 问他为何如此着急 赵卓自然不敢说出假圣旨一事 随后扯得由头隐瞒了 李天元便将自己来此的目的道出 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赵卓不解能有啥坏消息 李天元忽然脸色大变地说 你伪造圣旨的计划失败了 赵卓文言无比激动 怎么都不肯相信失败了 李天元阴森森地表示 赵姓在五天前就被截杀了 出手者是昆卫的首领萧 赵卓自然听说这个组织 是先皇掌控的影子部队 李天元接着透露好消息 萧虽然杀了赵姓 却误认为圣旨是涂叶下的 他的下个目标便是涂叶 赵卓刚想庆祝一下 却脸色大惊意识到了什么 少年开局获得王国系统 可以随意地进行败国行为 于是他选择了大婚君的常用制法 便是沉迷于后宫开启Cosplay派对 另一边两大奸臣则在商谈昆卫刺杀一事 令赵卓疑惑的是 李天元怎么对昆卫如此了解 李天元摆摆手 示意自己有手段就舍 不用在意那么多 这次赵大人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他们正好能借此事 打破陛下加持在屠苏与他们之间的滞吼 刚好今日陛下举办后宫宴会 他撤掉了进军守卫 估计现在萧已经准备动手了 而萧为首的昆卫代表屠苏内队 无论他成功与否 屠苏都将背上是军骂名 到时候失去了大义名分的屠苏 哪怕手握军队也不再可怕 赵卓难得夸赞李天元 这招一尸二鸟真不错 既干掉屠苏又让屠苏背上骂名 论奸诈还得是你 李天元让他别高兴太早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结果还是要听天由命 赵卓脸色一变 我看这计划十拿九稳的 还能有什么问题 李天元却不想跟着猪脑多做解释 过来只是通知他一声 其实李天元最算不准的就是屠苏 按理说阿猪和阿沙对屠是一族恨之入 今晚萧刺杀的话 他们肯定也会伺机而动 可屠苏这段时间的表现 又令李天元感到很不安 此时的前缘店中 屠苏心心念念的Cosplay派对开起来了 一时间众多亮瞎眼的妃子们齐齐登场 为了赢得屠苏的恩宠 各妃子也是各种萝莉音加了起来 片刻后一个猛着面纱的美女走了进来 她正式来刺杀的萧 看到这种斯文败类的派对 她按道自己来对了 果然是大昏君 不过她这亮眼的身材也是带来不少仇恨 妃子们纷纷红着眼盯着她 这让萧感到不含而立 后宫妃子恐怖如斯啊 有妃子见她眼神 便将萧当成是哪个想上位的宫女 煞时间就对她不屑起来 想上位可不单单是靠打扮 还要有势力背景的 萧文言很气 但为了刺杀大业 只能忍耐下来 就在这时正主涂叶终于登场了 身边阿珠和阿莎跟着 一上来就给妃子们骚气的来了个绯闻 瞬间引爆现场气氛 只有萧一脸无语的看着这一幕 果不其然这么淡定的她 一下就被涂叶给注意到 当即就给她用上系统探测 好家伙武力只高达93点 也知道了她是昆卫首领 为了扶持涂苏特地来刺杀她 萧见到涂叶突然盯着自己 便意识到暴露了 于是快速抽出藏好的匕首 准备趁涂叶愣神之际嘎掉对方 任为了拜金一国国力 不仅强征大臣们的女卷入宫 还让后宫嫔妃们举办Cospey宴会 学习婚君经典做法沉迷后宫 可就在刚刚混入宴会的萧 毅然决定出手刺杀涂叶 而涂叶却一脸淡定之色 似乎在掌控之中 任由萧朝自己这边袭来 一旁的阿珠和阿莎虽然惊讶 但随即又联想到了什么 莫非这就是Cospey的精髓 原来在五天前 涂叶宣布这个派对时 就有妃子对Cospey一次提出疑问 而涂叶也跟他们解释过 就是角色扮演的意思 到时候穿上各种款式衣服 扮演各种角色一起玩耍 当时妃子们还是有点猛 如今仲女看着刺杀行为的萧 妃子们终于明白了 原来Cospey的精髓 是在于扮演角色的趣味和刺激性 在他们眼中 萧就是特意扮演刺客 来配合涂叶玩耍 气得妃子们五官变了得样 没想到被这个骚蹄子抢先一步 还扮演这种充满危险性的刺客 这种角色最容易引起男人的征服欲了 既然识破了 他们自然不会让萧轻儿一举成功 果断挺身而出阻止对方扮演 只是没修为的妃子 轻松就被五力值高达九十三的萧拿下 此时萧还没意识到严重性 有点猛逼为啥这个妃子会突然发难 尤其是身后的妃子们更是死死盯着他 下一秒他们爆发了 争先抢后的要阻止萧 不让他这个骚蹄子成功勾引涂叶 就这样萧一脸猛逼的被中妃子暴露 妃子们为了不打扰涂叶的兴趣 也十分的配合 把自己等人扮作为保护陛下之人 就这样还真拿下了萧 萧此时冷汗直流了 明明屠叶是个荒淫暴虐大昏君 为何这些妃子会拼似保护 他着实想不通 但既然妃子们选择了这条路 萧也不再仁慈 准备从他们手中杀出一条血路 到了这个时候 屠叶淡定的表情才开始慌了 他看出了萧对妃子们的杀心 这群妃子可是自己带国的班底 可不能让他嘎了 于是他急忙大喊瞧斗麻袋 放过那些女孩 这倒是让萧高看急眼 居然不趁机跑 还替妃子们出言阻止 妃子们文言开心坏了 更加愿意替屠叶去死 萧便趁机提出交换要求 既然你开口了 那就让你来换他们一命吧 但屠叶也不能死 毕竟拜国是要拜国力积分才算 他本人死了就真的死了 虽然很抱歉 但自己还不是死的时候 萧一脸不屑 果然只是嘴上说的好听 但接下来的话让萧无言以对 屠叶表示你们是代表屠苏那边吧 既然如此我拿皇位跟你们换 毕竟你搞刺杀不就是要皇位吧 萧文言一脸震惊 因为这些都是昆卫秘密 居然被这昏君给窒息了 难道他计划早就暴露 今天的一切是圈套不成 本是进攻报复皇室一族的美女杀手 却在事情当夜被新皇给说服 不仅放弃报仇还主动救下新皇 此时听到屠叶愿意舍弃皇位的笑 问屠叶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屠叶表示我摊牌了不装啊 正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当混吃等死的昏君 王位哪有后宫美人相爱 既然我没治国才能 那还不如给有能力的人 就在屠叶话音刚落 系统便提示触发灭国事件陈桥在里 触发条件便是有手握重兵的将领在外 当宿主受到威胁迫不得已向那位将领上位 只要对方上位成功便视为事件完成 将直接扣除1000点博力积分 屠叶没想到这把还赌对了 本来只是想保住后宫美人而已 没想到还能触发扣积分任务 这下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能清零博力了 一旁的萧听完屠叶的辩解后 有点不可置信 他还是很难相信有不迷恋权利的人 为了避免被骗 萧决定不管屠叶说的话是真是假 反正都要让给屠叶殿下 那杀了屠叶也是一样 屠叶人麻了 忽悠了半天怎么还是要嘎人 看来得加大力度忽悠了 于是屠叶再次劝说萧 现在杀了我只会让屠叶背上骂名 哪怕当上皇帝也名不正言不顺的 我之所以愿意主动让位 也是为了我那亲爱的哥哥卓小阿 这番话把萧给深深触动 他不禁回想起当初跟在先皇身前 先皇曾与他倾诉过 虽然建立了前朝以及平夕北方战乱 但自己真的算得上是好皇帝吗 萧自然认为先皇是千古明君 可先皇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杀伐果断那一段只适合乱世 而接下来的前朝或许不需要这样的皇帝 先皇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 在最后时刻叮嘱过萧 只要继任者能宽容无争 不及恭敬令 哪怕资质怠惰荒唐也可以接受 所以一直以来萧认为的合格继任者 理所应当是屠苏殿下 如今看来先皇这个形容 更适合用在屠叶身上 但随即萧又回过神来 屠苏才是嫡长子 岂能被屠叶几句话动疗心神 他决定不给屠叶说话的机会 浑身散发恐怖的威势 准备将屠叶抓了先 带到屠苏殿下面前再打算 既然你说了要让位 那就乖乖跟我去北郡临同城一趟吧 与屠苏殿下当面交接 这郑重屠叶的想法自然没问题 只要见到屠苏交接完就搞定任务 然而就在下一秒 诸葛莎忽然挡在身前 竟是要保护屠叶 把屠叶都整猛了 认为了完成败国之举 开局就抢抢大臣女眷 还沉迷于后宫加历三千 可这看似十分轻松的任务 却总是被不经意间的举动给破坏掉 此时就在屠叶猛逼的情况下 诸葛莎竟然选择出手相救 而看到他手上的两张俘虏后 肖意识到这女人是方术高手 也因此将刚才屠叶要上位的说辞 认定是谎话了 在他眼中 屠叶再次变成那种 善于玩弄人心的婚俊 然而实际上的屠叶确实一脸黑 他也不清楚诸葛莎这是干甚了 就在这时饭桃珠也凑了过来 让屠叶放心 阿莎的方术非常强大 不会有意外的 有他在骑马门跟刺客五五开 陛下你是不会有事的 屠叶一听整队人都不好了 问题是我就是要他抓我呀 你们凑什么热闹 当看到屠叶那一脸不爽的表情后 阿珠却没有丝毫意外之色 果然让阿莎出手是对的 原来就在他们姐妹进宫的前一晚 李天元曾问过他们 可知在进宫后的任务是什么 而他们的想法自然是报仇 要杀掉昏君屠叶 可李天元却不这么想 先皇屠变你们两家的血仇 岂是一个屠叶能解决的 你们的任务应该是让大前改朝换代 所以目前你们得让屠叶活着 两女一听惊讶不已 不解为何要这样做 李天元解释到在众皇子中 阿珠差一出声 所以你是让我们在屠叶身边当妖妃 诱惑他当王国昏君 李天元笑了笑 你说的没错 但这是一开始的打算 谁也没想到 屠叶登机后就变了个人世 让李天元自己都看不透对方了 越想到屠叶这段时间的表现 李天元脸色越发凝重 阿珠还是第一次看到李大人有这种表情 不知道是在害怕还是兴奋呢 所以李天元决定改变一下策略 阿珠一向聪明可随机应变 至于阿莎虽然精通方术执行力强 但心思过于单纯 凡事要多听命于阿珠 而你们只要记住一点即可 那就是绝不能让屠叶和屠苏站在一个阵里 所以阿珠看到屠叶这般咬牙切齿的表情 便意识到屠叶就是在装傻中了 也庆幸刚才让阿莎及时出手 李大人果然没说错 不能让他和屠苏站到一块去 少年川城皇帝却要进行败国任务 为此他效仿婚君行为举办大型后宫宴会 还准备让刺客抓住自己一次完成任务 可惜想法是好的现实却很残酷 此举不仅不扣分 还让国力积分增加一倍 此时的屠叶真是气得咬牙切齿了 好好的败国计划就被梁女给打断 而阿珠则是认定 屠叶果然是想跟屠苏联合起来 一起对付李天元 不然也不会搞这个宴会特地跟昆卫接触 屠叶属实麻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他很想劝架但没人听 忽然他想到了什么 猛地回头一看 便看到阿珠鬼鬼碎碎一脸心虚的模样 屠叶都差点忘了 梁女都是李天元的人 怪不得会出来阻止 毕竟李天元想拿他当傀儡 所以梁女肯定不想屠叶善未给屠苏 但屠叶是要完成任务的 她必须想办法阻止阿珠 想了想屠叶突然笑了起来 心中已然有了主意 她还记得阿珠的弱点呢 于是果断来到阿珠身后 一手搂住她的腰部 另一手则是轻抚她的脸颊 果然阿珠怕异性接触的弱点爆发 猛地晕过去了 屠叶立即让肖继续挟持自己 赶紧去屠苏那边善未给他 这番操作让肖感到一脸猛逼 不得不怀疑是屠叶的奸机 屠叶这边都要气死 让他赶紧来挟持 不然等侍卫过来就凉了 肖想了想还是决定动手 见状屠叶终于松了口气 本以为就此被挟持到屠苏那边 谁曾想阿珠的弱点 竟有第二层隐藏属性 那就是在第一层 被男性接触的弱点触发后 只要有其他女性接触这名男性 就会将此女士为生死大敌 屠叶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他可不想肖被弄死了 那陈乔在临任务就失败了 于是在三位真火即将击中肖时 屠叶冲上前把肖给推开 由于惯性的原因 屠叶被迫抱住肖 并狠狠亲了他一组 未等肖发 他就被撞到墙而晕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阿珠都呆了 带烟雾散去 只看到屠叶傻傻的发呆 原来刚才系统提示 陈乔在临任务彻底失败了 但又同时触发新的任务 秦王绕主 顾名思义就是荆轲刺秦王一事 触发条件就是有刺客 在大殿上对屠叶刺杀 并且刺杀时有精通医术的第三方角色 然后这个第三方角色向刺客出手 最后则是宿主如果打败刺客 便是完成任务增加1000点国力积分 所以这也是屠叶发呆的原因 因为这个任务条件都满足了 他现在国力积分赫然从1000来到2000 屠叶整个人都被气得五官模糊 辛辛苦苦搞这么久 结果不扣分还加分 属实受不了啊 少年为了败金一国伯利 不仅整天沉迷后宫 连刺杀自己的美女刺客都被放走 就是为了让他回去组织起兵造反 此时屠叶属实被气坏了 辛辛苦苦搞的这一场秀 结果不减国力积分就算了 反而增加了一倍积分 不久后 李天元带着进军赶来 他先是跟屠叶认罪 自己一时疏忽差点让陛下身陷险境 然后又想将功补过 亲自提审刺客查清幕后主使 屠叶自然不想这老家伙破坏败国任务 直接就拒绝了他 以刺客美貌为由 要留下他事情 李天元还想争取一下 觉得刺客太危险了 不该事情的 毕竟萧可是一张不可多得的牌 可屠叶丝毫不给他面子 你是觉得正对付不了一个 失去自由和武器的女人吗 都这样说了 李天元也不敢再多避避 于是屠叶便把昏睡过去的萧 带回自己寝宫休息 没多久萧便醒来 第一眼就看到自己被锁住的双手 以及破破烂烂的衣衫 加上一旁屠叶在此 瞬间气急败坏 以为自己被屠叶夺去清白之身 他表示不管如何都不会臣服屠叶 屠叶一脸黑 真是不识好人心 便把刚才从李天元手上 救他一世道出 屠叶这样做也是为了继续败别 毕竟萧是屠苏那边的 只要把他送回去 那对方肯定会继续夺皇位的 萧自然不清楚他这些想法 既然清白还在肯定是最好的 反正他死都不会给屠叶 再和屠叶争吵间 还把刺死屠苏圣旨一事也讲了出来 屠叶瞬间就猛了 自己什么时候要刺死屠苏 可笑就是不信 他认为屠苏才是正统太子 所以屠叶肯定要杀他 才能高枕无忧作龙 就在这时 屠叶发现一旁的赵书神情不对 他瞬间意识到 这刺死屠苏的圣旨 是赵卓那老家伙稳造的 不过屠叶觉得 好像可以将错就错 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的话 屠苏那边肯定会增加一波仇恨 于是他发挥奥斯卡影迹 节节节的笑了起来 我摊牌了我不装了 就是我下的圣旨 毕竟他手下的那些士兵 我可是很看重了 赵书作为赵卓的义女 自然清楚赵卓伪造圣旨一事 他有点搞不懂陛下为何要主动背购 屠叶便以此为由 顺势解开了销的锁链 既然你杀了郑的姓氏 那就换一种玩法吧 你去给屠苏传圣旨 他不是北郡王兼郑北军统领吗 郑觉得他不过一身蛮力不足为律 所以我要你告诉他新旨意 不仅除去屠苏北郡王和郑北军统领之旨 还要包去他的屠性给他为树民 当然如果屠苏不服的话 你就让他不妨起兵造反 亲自夺回这一切 没错这就是屠叶的新败国计谋 他就不信了 这种情况下对方还不会起兵 刚说完系统又来新任务进南兵火 便是所谓的进南之意 削除藩王权力导致藩王起兵的事件 而藩王也就是指屠苏如果真的起兵 则算第一阶段完成会扣除1000积分 如对方攻入了帝都则第二阶段完成 会扣除高达1万的积分 届时屠叶的败国任务将圆满完成 一看到这个任务 屠叶就激动的笑了起来 现在就只欠屠苏这道东风了 肖虽然搞不懂屠叶这疯疯癫癫的样子 但既然对方给机会 他没有理由不接受